哈喽大家好啊 今天聊一位百万网红和他这个母亲啊 一起呢走了 反正根据这个内部消息吧啊 这个动手的人呢 是疑似是他这个先男友啊 反正这个还不太确定啊 因为具体的内部细节呢 我们不知道啊 其实是聊一下大体的内容啊 4月12日啊 就是开始在网上传播 黑龙江赵东施啊 百万网红 就是说知名网红杨立新啊 和他母亲 反正据说啊 动手的人是杨立新的男友啊 男友 嗯 然后呢 就是 反正这个事呢 被证实了吧 杨立新和他这个母亲同时做了 嫌疑人是否是杨立新这个新男友啊 反正当时这个工作人员表示吧 啊 这里面涉及到这个具体的不方便透露的一些原因啊 所以在这里没有办法确定啊 杨立新呀 在婚内呢 反正是 嗯 就是说 结婚期间吧 嗯 于一名叫做小狼头的啊 网名叫做小狼头的啊 两人就是 比较好吧 关系啊 小狼头是个男人啊 目前就是说 这个具体细节啊 没法就是 透露更多细节啊 杨立新啊 在4月8日的时候 曾经发布一个作品啊 就是说 大大方方承认啊 自己啊 就是说 与小狼头啊 还表示自己啊 反正肚子里有 宝宝啊 反正 他是 又说啊 自己啊 最近 和这个小狼头 就是 吵架啊 最终啊 就是说 处于分手的状态啊 4月9日啊 杨立新又发了个作品啊 嗯 透露啊 可能 去医院啊 就是 做这种人工流产啊 就是根据了解啊 杨立新啊 今年呢 就是 37岁到 41岁之间啊 只能 确定这么个年龄范围吧 啊 之前吧 他因为就是说 参加一档 就是镶嵌节目而走空啊 随后呢 平台粉丝 增长 至就是说 差不多百万啊 另外呢 杨立新啊 在这个 平台账号啊 直播带货啊 这个销量呢 已经达到了 是30万件啊 这个 销售额估计啊 已经到了千万啊 这么个级别啊 感谢大家收看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